探索未知 领略奇闻 欢迎收看本期的小鱼爱探索 在当下想要进行超远距离出行 坐飞机毫无疑问是最快速的方式 坐过跨国航班的朋友可能会发现这样的现象 飞机在飞越太平洋的时候宁愿选择环绕飞行 也不愿意直线飞过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是安全性问题 太平洋是地球上最大的洋 海面上空的环境瞬息万变 假如飞机飞到一半遇到故障需要迫降 海平面上是找不到机场的 第二点就是运输成本问题 我们都知道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但这是对于平面几何而言的 地球是一个不规则的球体 在2D地图上观看 飞越太平洋的环绕距离要比直线距离远得多 我们再回到现实中的地球仪 用一根毛线测量出洛杉矶和东京的距离 再测一下环绕距离 结果就是环绕距离比较短 这是因为直线距离接近地球赤道 而且地球是一个扁平的球体 赤道周长要大于两极周长 综合成本和安全性来考虑 飞机飞越太平洋的时候一般会采取环绕飞行方式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喜欢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